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点跟着我的脚步出发吧 Let's go 大家好 我是回答 我现在在至善园的前面 这就是我们故宫非常有名的一个庭园 今天天气很好 气象预报中午以后可能会下雨 所以早上起来赶快出来冲一坡 就带各位来随意走走 但我今天最想走的 是想走到姚明山去赏樱花 Go 出发 这种中式平面好漂亮 小桥流水 你也看到蛮多外国光客来这边走的 谁吃 谁吃 中式的拱桥 现在看到拱桥就会想到傅贞军大哥了 真是糟糕 被他洗脏了 看到拱桥要拍一下 这是中式特有的驱桥 驱桥就是让大家在走在桥面的时候 每转一个转折所看到的风景都不一样 这有不同的景致跟乐趣 这里好几株杜鹃也看得很漂亮 这有个中式楼台上去看看 这个楼台是木造的 很有中国风 看出去可以看到整个庭园 也挺漂亮的 不过对面都被一些大楼盖起来了 可惜 这个角度看过去也好漂亮 我们走这边 沿着这条小溪流 走上去看看 这边有个凉亭 竹子 苏东坡说的 无肉令人受 无竹令人熟 好像中式亭人就一定要有竹子 哎 哎 这有个小流瀑 瀑布 有流水 而且是动态水 也是中式庭园的特色 风生水起 好运到啊 哇 这棵龙树 长得很棒 很漂亮的 这棵龙树 杜鹑 这边有个小侧门可以从那出去 我们从那出去咯 前面 是原住民公园 圆多原住民意象 然后有一排的洛宇松 也是这几年大家喜欢拍若宇松美景的一个地方 我们继续往上 右前方也有一间厕所可以使用 我现在走的这条是至善路二段三百四十一项 就是在故宫跟原住民运动公园中间这个小巷子 走上来 现在经过一座小桥 这边那户人家 房子这样也蛮简单 蛮有意境的 还有一个大大的庭院 在那吃早餐 挺好的 哇 这好漂亮哦 耶 讚耶 刚刚那位大哥 坐在庭院 听着流水声 看着美景吃早餐 这人生也太有意境了吧 每个人的身教团不同 再有钱 我们不出来享受也没有用 我们再穷 整个山林都是你的 对不对 多棒 郭台铭也不能拥有 所有的山林啊 我们走出来 像这里 冷门的步道 根本没几个人会走 多舒服啊 空空的 太好了 推荐给大家 走到这里我们要左转咯 左手边有个小农家 哇 住这里然后自己种点菜 也是蛮宜然自得的 现代桃月明耶 挺不错的 我们要从土地宫前面穿一个了 好 继续往上 这是堆石头路 地还蛮干燥的 这里绑了四五根的登山条 这也是我常讲的 有登山条指引我们这些爱爬山的人 不会迷路施工得一见 但是如果你绑在不该绑的地方 就变成山林的垃圾了 所以也请各个登山队 带大家斟酌了 已经有人绑了一条了 我就不需要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 一路绑上去了 那里 尊敏也是没有插路啊 这里就一条路 结果 一路上都是满满的登山条 哎呀 爱山林 也不能破坏山林 继续 大家互相尊重了 互相克制了 走到这里 有一个小平台 其实是一个路的路口了 我们要直直在往上 这个左手边 有指示是往神学院 领头 右手边往哥德花园 沙伦站 好 我们继续往永公路 往玄明公 方向走 我们今天目的地是 东方寺 来去礼佛赏音咯 这里遮阳蛮好的 林下很茂密 刚刚停下来喝个水休息一下 就三四只蚊子就来攻击了 要命了 哎 这有一间是什么 感觉已经 褪败了 上来 变成产业道路了 哇 地上有只狗 不知道会不会咬人 小黄狗醒了 看起来蛮温馴的 嗨 不理我 呵呵呵呵 制作多情 哦 这棵什么树好漂亮哦 哇 似乎是 这棵树 这里是庄顶路 八十项 前面是富林美国学校 然后这一排炮彩画也很漂亮 我们走这边 从美国学校前面 穿越过去 走出来了 这边是庄顶路 没有转 往前走一小段的马路 这有个宫 这有个宫叫子福宫 走到这里 我们离开产业大路 往左前方这个斜坡上去 哇 那路旁的银花也开得好漂亮 超棒 哦 这里好凉 榕树底下有个小亭子 很幽静 走 这里就接到狗音琴谷大楼 大家可以看看旁边有水浸 哇 终于遇到登山客了 四位 好难得 这里路浮便小了 大概一个人走 的宽度 走进水浸步道 在炎热的天气实在很舒服 就有那种正正的凉音区过来 我们只有走一小段的狗音琴谷道 走到这边 看到太阳能板 这个电机设设计 就要左转哦 我们要离开狗音琴谷道了 进来 还是石阶路 还蛮厚走的 这只有 大概50公尺的石阶路往上 我们就出来了 左转 然后上到这里是永公路 我们按右转 继续往上 这里是永公路 245项 我们要继续往上 直直走 哇 前面一片樱花也很漂亮 太棒了 看到了 右前方就是东方市了 耶 好棒好棒 终于走到了 似乎也不难了 从故宫走上来 差不多两个小时就走到了 而且我走相当慢 耶 先来礼峰 这里是东方市 你好 你好 哇 这是一个很雅致 很多人说是日本风的一个寺廟 实际上它就是 旁带的风格 很古 很好看 目前大概好看三四层 在一个礼拜应该就会完全盛开了 不过告诉各位 因为樱花盛开的时候 游客实在太多 就是房不甘其浪 到时候就没办法走进来拍了 就只能在围墙外面排水樱花了 不过也是很漂亮啦 我们尽量配合人家 不要打好四方的座席 大家互相咯 好 现在连开东方市 我们继续往前 再带各位去看一个 紫藤画的路线 不知道紫藤 开画了没有 往前100公尺就到了 紫藤画美景到咯 走走 第二次紫藤画大楼之家 有开一些咯 但还没有全开 以前会开放 你要继续常温 据说也是游客太多 这样也是不开放 好 我们虽然东方市前面就有小16的公车 但是 班次比较少 我们现在往下走 走到明德新村 去搭公车咯 这里是永公路3公车站 公车会比 中方市多一些 但是 还是少 我们继续往前方 两百三十五项 我们要走往 梁德大道 明德新村 去搭 梁德大道 上面的公车 会更多喔 会更方便 现在有 Google Map 有一些公车的App 非常方便 两个对照相搭配来看 你就不能走丑路 好 我们要从这边 又下房下去了 这里是永公路235项 走 哇 这个小巷子 竟然有很佳的狗狗 没有绑绳子 不冲出来 还好 他们又继续往前了 只是下呼下呼人而已 这上的蛮幽静的 这个石板路 也铺的蛮平整 蛮好的 走到这里 我们继续往下喔 这里是新安路 把我们上街梯 听到车声喔 走出来了 前面就是养德大道 我们要到对面去搭车了喔 我们今天就路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按赞 加分享 有什么新的 可以跟我留言分享喔 拜拜 请不吝点赞